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我邀请去谈谈送孩子上名校的经验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回绝 但是周围时常有一些朋友和家长来咨询一些具体的升学问题 看到很多焦虑的家长 也想到那个曾经焦虑的自己 所以我也很乐意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经验 育儿经验和教训 希望能给焦虑和忙忙的家长一点点启发 这正是我来到这个讲座的目的 感谢天幕群的群主和义工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 我今天想聊聊的主题是关于选择 如何鼓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 东岸之声的总编三人行传来的家长提问单上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作为一个职业女系 我是如何平衡家庭事业和业余爱好的 这首先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年轻的时候很顺利 上了北大法律系 87年通过中美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的推荐 得到了福特基金会赞助到美国留学 在Duke Law School读JD的期间 暑假我在纽约华尔街一家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实习 毕业以后就被公司聘请为正式律师 毕业马上就通过了纽约律师执照 那时拿着高薪每天西装革履 工作十几个小时 周旋与各种客户之间出入于各种高级会所 律师1992年 当时我是华尔街这家顶级律师事务所 雇的第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 当时华尔街顶级律事务所的女律师 当上合伙人的比例几乎是百分之二 在你的生活经历 跟我想象的律师职业相差是很大的 当时很多职业女性都面临着一个家庭和事业的选择 在华尔街工作了一两年以后 我很快的发现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92年我先生到斯坦福工作 我们就搬到了普尔拉桶 在这里安了家 生养了两个孩子 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做父母 也是需要学习的 以为孩子会自然而然的长大 几天前 两天前在这个天目三群 还跟我以前在原来startup公司的一位老同事 老朋友老于联系上通过这个群 在back home years 我们在同一家公司作为首期的员工一起创业 他是VP主管技术和business development 我是那家公司的首席律师 负责公司的各种法律业务 包括融资和上市 我们当时都在事业上打拼 几乎很少聊孩子教育 老人从中国来帮助我带孩子 后来我们的startup close了在硅谷的公司到中国去发展 老于回到了中国 我选择留在了美国 去了一家美国的纳斯达上市公司 当美国证券律师 正是.com泡沫以后 我所在的公司经历了纳斯达摘牌 股东诉讼公司破产 我们的CEO 从几百个billion 几百个million 大概他的个人资产有800 million 经过股东诉讼 一夜之间蒸发 宣布了个人破产 买掉直升飞机 除了他自己的房子之外 其他全都被takeover 都宣布公司破产 在职场经历了那么多 回到家 我总是在焦虑 网络无助之中挣扎 我发现妈妈的精神状态 生活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到孩子和家庭的精神和生活状态 让我明白了 也很难想象 自己每天处于焦虑之中 能够给培养出一个快乐自信的孩子 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他发高烧 平时他都睡自己的房间 因为发高烧 睡在我的床上 晚上要给他喂药 我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因为第二天早上 公司有个重要的会议 我还需要准备 早晨一早要去上班 早晨女儿爬到我的身边 对我说 Mom, I love you You are the best mom on earth Could you come home earlier? I want you to read a book to me Could we spend more time together? 我在开车上班的路上 泪如泉涌 我意识到生育孩子 是一瞬间完成的 但是抚养孩子 至少是18年的任务 那么父母的职责是什么 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陪伴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 孩子的成长环境和我们很不同 父母也需要不断的学习 和成长 才能更好地培养 陪伴孩子的成长 这是我后来慢慢意识到的 在那家公司 在我受雇的那家纳斯达公司 破产以后 我决定多陪陪孩子 从百分之百的工作状态当中 抽离出来 我在孩子的小学 当了两年的rope mother 后来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每天下午六点 我要到after school 可以去接孩子回家 每天晚上为孩子先生做晚饭 全家一起吃饭 晚上听孩子弹琴 给他读中文书 我放弃了很多工作的机会 要上班远一点的工作 我不会接受 需要出差加班的工作 我也不会去 我只是找到离家非常近的工作 能够照顾家里的工作 心甘情愿的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辅助性的工作 总是努力在家庭事业中 找到一种平衡 一种让我心安的生活 选择就会有所放弃 这里没有对和错 但是不同的选择 实际上是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上面讲的是 我自己的一种生活选择 下面我主要就想讲一讲 怎么帮助孩子选择 谈谈孩子的选择 怎么鼓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 我有两个孩子 老大男孩 小时候他是个典型的ADHD kid 属于那种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而且他非常逆反 但他非常辛苦 他的成长之路是很独特 有时候我也想写一些他的文章 但是觉得对大部分普通孩子 并不见得有借鉴意义 但是特别幸运的是 经过了很多事情 孩子上高中以后慢慢开窍 一年比一年强 现在他也是读书 学习生活得非常快乐 学习也很好 都非常自立 我们也都非常欣慰 女儿比儿子小一岁半 他是属于那种活泼可爱 又非常追求完美的孩子 属于那种自推娃 他总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让父母心疼的那种孩子 因为女儿的兴趣和我的兴趣相投 我也知道应该为他做什么 所以就非常顺利 谈他也非常容易 带他也非常容易 所以我还是从孩子 女儿学话谈起 我写过一篇女儿学话的文章 群组在灯案之声发表以后 有不少朋友跟我联系 我看到群组也在这个群里发过几次了 我就不重复写的内容了 如果朋友想知道 从我女儿的角度 她学话的过程 可以读一图那篇文章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 当然她也喜欢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唱歌 跳舞 弹琴 弹钢琴可是她自己 在Priest School的时候 四岁她自己要上的 我们一直想等一等 她自己坚决要求上弹钢琴 我们才给她上了group lesson 后来Proven lesson 此外她喜欢提超花病等等 孩子的兴趣往往是简单的 多变而随意的 而且也是很容易夭折的 不可能什么都学 那么选择学什么 学多少才够 还是要观察孩子的真正兴趣 与爱好所在 根据孩子的个性适量而行 这是我深深体会的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注意的地方 小学初中 并没有太多学业的压力 至少我们孩子长大的环境是这样 如果家长不给她extra work的话 小学初中没有任何学习压力 每一项孩子 女儿想参加的活动 包括儿子想参加的活动 我们都会让他们sign up 但是后来我发现 女儿喜欢的这些活动当中 只是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 比如她去滑冰 她上那个体操课 跳舞课 她只是跟别的小朋友起玩 别的小朋友不去了 她就没兴趣了 而且参加这些产业活动的时候 她忙着social 想着betterfly 忙着social跟人说话聊天 并没有真正focus on these activities 比如说体操滑冰 她的朋友到了next level 因为他们才能练转了 练一些具体的technical的动作 那女儿她没有达到 就是说能够到另外一个同一个班的程度 那她就没兴趣了 看到女儿没有兴趣参加继续滑冰体操 theater和其他的event 我们也就不会push 就完全自然而然的让她quit 就没有去花很大精力 之所以让她参加 一方面只是一个social 让她跟别的小朋友玩 另外一方面也是看看她的真正兴趣所在 但是画画就不同 很小的时候 她一做就是很长时间 她可以自己做那画画 而且她不需要就是 你催她去画画 她自己坐在那 她就喜欢画画 她非常enjoyed it 而且她总是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所思所想 女儿快到三岁过生日的时候 她画了一张画 一个小女孩手上滴了一个袋子 两边是两个大人 她指着那个袋子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非常的生动形象 我马上就知道 她在盼望着过生日和生日礼物 女儿的那张画我画在办公室 画了很多年 她都是这样 我发现她总是 她的说话或者别的写作表达的能力 是在之后 而且她就是非常习惯用画画来表达她的所思所想 在pring school的时候 她就喜欢画画 我们发现了她这种兴趣 那就是她学习的方式 表达的方式 于是就提供任何的条件 帮助她一步一步的学下去 听起来很抽象 但是做起来却是很具体的 举一些例子来说吧 小时候 有时候我会陪她一起画画 老师上课的作业布置了 我就跟她一起画 我记得画树叶 画玉米 周末她就把我画的画 带到她画画的老师方英画的班上 让老师评价 说谁画的好啊 老师总是说 我看还是阿拉斯画的比妈妈好 这时她就会非常高兴 更多的时候 我是一边看书 一边做事 一边看女儿画画 总要是陪她 总是鼓励她 夸她画的好 给她空间去想象 从来不会批评她 指责她 你这个画的不好 即使有的时候 我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说这个地方 一些建议 但是从来不会批评她 在方英花老师的画时 有时我看到几位妈妈 常坐在旁边陪孩子画画 开始我很佩服他们对孩子的陪伴 但是很快发现 有些妈妈不停的在指责孩子 不断的在催孩子 快快快 一刻也不能停 快画 而且总是批评 这里画的不够好 那里画的不够好 让她赶紧去 请教老师怎么改 推着盯着 压着孩子喘不过气来 别说是孩子 就是我一个成年妈妈坐在边上 看着都感到喘不过气来 看着这样的妈妈和这样的场景 我真的很想走上去把这样的妈妈从孩子身边拉开 否则这样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把画画变成一种真正的兴趣 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动力和创作 尤其是有创作的学习和工作 一定要给孩子呼吸的空间 思考的空间 想象的空间 实验的空间 让他们不怕失败 让他们witting to try things out 给孩子时间和空间 不去打搭它 陪伴它 鼓励它一步一步的深入 做下去 画下去 这太重要了 千万不要拔苗助长 我怕说的太抽象 在这里post一两张孩子的照片 来深入谈一谈 怎么陪伴孩子学画的过程 方涌画画时 他总是鼓励孩子多画 除了一般日常的生活主题 节日和生活当中 触及的任何东西之外 一年一次参加联合国儿童绘画比赛 是他们这个画时很大的一个event 那我女儿每年都参加了 她一年级的时候 开始在方老师那学画画 第一张画我post在这上面 就是她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儿童绘画 联合国环保署 以环保为主题的儿童绘画比赛 所做的那个作品 她是画海洋 保护海洋 那么女儿画的那个显然就是 她是很有创意 想在海洋底下办一个学校 她教那个鱼啊动物啊 在那学习 当时刚刚看了一个叫 Fighting Nemo的电影 这张画也是花了很多小时 已经是 这是基本上可能三五稿以后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她那时候六岁的孩子 非常喜欢颜色 很有创意 但是她所表达的东西还是非常flat 表达东西还很简单的 你看她画人啊 画直线也画不好 字母她已经可以写得很好了 但是她的表达 你可以看到她的skill 还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第二年开始呢 就是 是 她的主题是 是 Green City 大概是 大概是这个主题 那是七岁 女儿七岁 我 你看看 那些 一年以后 我女儿画的就是那个Green City 跟第一张 你就会发现 已经是天壤之别 那么第二张的话 她也不是一下子就能画得那么好的 这个过程也是经历了 就是很多小时 陪伴了很长时间才画的这个样子 每一次幻画老师 有一个主题 就让他们画一些sketch 一些idea 那么孩子就画很多idea 方老师说这个idea好 那个idea你怎么去表达 然后呢 就是 女儿就是画 参加第二次比赛 是Green City主题时候呢 她就想象的是 在一棵大树底下做梦 或者是浇灌一棵大树 让它在树上长出那个 Green City绿色城市 这么一个 把树和Green City联合在一起 老师说这个idea很好啊 你就画吧 她画了一棵 二棵 三棵 四棵 五棵 第五棵的时候 就你看到上面的这个最后的程度 大家每一次去就是 加一点内容 天更蓝 水更绿 树更绿 绿色更绿色 要有变化 这个过程是很多个晚上白天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她的粗稿 在粗稿基础之上的完成的 她是完成了很多章号 她的Green City idea 那么完成了以后呢 老师 开始很简单 就是一棵树 树上面有一点点那个 就想象了绿色的树叶底下 就是包围的一个绿色的城市 还有小河 想象了一个非常环保的空间 那么老师就说 你看这个树不是很绿啊 就是表达的不是很突出 这个城市也不像 完全像个城市啊 这是几栋建筑 绿色就是底下的草地 也太简单了 这整体的颜色 并没有感到那么绿化 所以在这个前面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还有时间 那么女儿就不停的在那画 就是一高一高 我记得晚上就是 好几次就到方老师那里去 下了课以后 到那去画画 都画到晚上十二点 有的时候有一次的画到 快一点的样子 最后完成 那个快完成的时候 忽然间就是天太满了 她那个白色出不来 开始还通过纸的形式贴上去 但最后女儿觉得贴上去不好看 又重新画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 很长很长的时间 很多的小时 让孩子一步一步的深入 一步一步的话 那么老师也教他 就是 当然我们也陪他 如果完全没有陪他的话 就是很难深入的 一步一步一步的做下去 就是说对孩子的陪伴 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陪伴 但是呢 我希望这种陪伴 不是在旁边 逼着孩子 你画画一刻也不能停了 不是这种陪伴 而是真正的 在他旁边 陪着他 给他时间 给他空间 让他能够一步一步 深入的画下去 一步一步的坚持下去 在一种比赛或者其他活动 老师都是说 你把它当作一个练习的机会 不要把得奖当作 得奖或者最后结果 当作一种ultimate goal 女儿确实 我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非常欣慰 she got it 所以每次画画 他真的并不是像很多家长 要求孩子 我孩子画了那么多年 怎么都没得奖 他确实没有 但每一年 每一年 我们都看到他 有实实足足的长进 从构图 利益 表达 画面的结构 表现 艺术性 一年一年的 他的长进是 非常visible的 那么他一直画到第六年 他的班里 然后有一些其他同学得奖 他也没有觉得 depressed 我没有得奖 一点都没有 方老师老说他 很难得 他一直坚持到第六年的时候 他得了北美地区一等奖 照片有点失真 因为我旅行刚回来 没有那个 找到那computer iCard 的很多 这张照片 是在我的电脑上 他有点失真 他原画应该是比这个颜色 更暗一点 就是这个颜色不是很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11岁 将近到12岁 就是他11岁 得奖是已经12岁 但是画这个手是11岁的底 他参加的这个画的是那个fight 就是那个环保的力量 它是一个温度计 从屋里窗外看到那个温度计 在那上升 是那个绿色的手 是代表环保的力量 黑色的手代表污染的力量 是一种fight 就环保的力量 它实在是一种fight的力量 那么就说我们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说能够 环保是一个 知真啊 是fight 画面开始画得比较简单 有了这个idea以后 但是逐步逐步的 一搞 两搞 三搞 慢慢的丰富 把那好的东西 代表环保的东西 绿色 企鹅 solo panel 就是那个 就是锋利的那个natural的这些 resource 还有他特别喜欢的企鹅 他永远是画在里面 污染的力量 比如像是烟囱 或者是一种垃圾 他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就是这个过程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 也是画了很多稿 得了这个北美地区一顿奖 那是他刚刚上那个六年级的时候 得了这个奖以后呢 大家都是说 哎呀 你看你画了六年得了这个奖 那么是不是就是就完成了 他颁了好多小朋友 画了一两次 没有得奖就不画了 但他一直坚持 从六岁开始画 大概画到他十四五岁 最后一年不能参加 年龄太大了 他每年都画画到最后 这个是两张 他得了那个北美那个地区一顿奖以后 很多小朋友一般得了个奖 就that's it 都quit了 但是他每年还是在那画 这是后面他画的那个几幅 那个其中有一幅得了 大概是global的大概三等奖 还是几等奖 我们已经记不得了 都不能tracking down the how many awards she has had 但是在地区的一等奖 是比较大的event 他拿到一千块钱 又有很多chip相机 或者是很多speech 得到很多award 但是global的三等奖以上的话 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比较quite 也很少去参加太多活动 但是我只是想说的是 他把这个画画学习比赛 就是一切都作为一个提高自己 表达自己的过程 而不是真正的追求与得奖 得奖其实他是非常的低调的 而且继续一直坚持 坚持到最后 他到达一定年龄 不能画了才结束 我冲过这几张画 和参加联合国比赛的 一个是就在我女儿学画的文章里也写了 我觉得这个time和patience it's so important 女儿学画对我来说 我们就像是陪伴她参加一层sports的training 一样的每天练习 她有比赛 你有自己的练习 那么我觉得我们父母 很非常重要的是要 要营造这样的气氛和环境 让孩子在不断的努力当中 逐渐的提高自己 让孩子在学习中得到更大的乐趣和信心 这种positive enforcement 才能够让孩子坚持下去 把一项泛泛的兴趣和才艺 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把他们带得越来越高 走得越来越远 能够让他真正变成自己的专长 我先生把孩子画的所有的画都留下来 一般都不扔的 哪怕他画的不是很complete 他一般也都收放起来 他小时候我每年会做一本画册 后来画的太大太多了 尤其是油画 我就没有办法 没有在为他做 那么我就 每个画的这些画 每年有时候孩子就翻一翻 他会看到自己的长进 我时时刻刻在提醒他 你多画一点点就会长进 你看你今年画的比去年好多少 确实是一步一步 每一个项目project 做完一个project 你都会觉得他要长进 而且我时时刻刻在提醒孩子 这种长进 课外鼓励孩子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才艺活动 当然这也包括学业 如果哪位孩子梦想参加奥苏比赛 当然在数学上花功夫好好培养他 但是千万不要看到周围还在做什么 就要求自己的孩子去做什么 甚至对我来说 我往往会反向思考 就是说让孩子去做那些 别的孩子没有做的事情 自己孩子没有做的 或者想做的 别的孩子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里就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 我女儿参加一年一度的parlotto的art fair 看到很多local的artist 在那儿展览他们的作品 而且在那卖画 她就说了 长大了我也要当artist 我也要当自己来参展 我先生马上就说 why not now let's find out 于是我先生马上就找到组织单位 来了解要求 第二年就给女儿去申请参展 递交她的作品 还办你的零食 因为你卖画你需要那个sellers permit 还去办理临时的这个business license sellingsellers permit 女儿被录取以后 他们组织单位说 我女儿是当时是三四岁 我记不得了 她是初中 她是最年轻的 她是parlotto Mountainville和Daniel Artfield 是历史上最年轻的 那个youth artist 大家都很兴奋 很多人来看 很多人给她鼓励 先生呢忙着order 参战的设备 为她做画做框 自己印了几百张 她的画的print 自己表 自己用double mat 给她装起来 而且呢就是 然后按材料费出售 我女儿一共参加过三次artfair 我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 女儿每次 都会卖出去两三百张print 一般我们都是按照成本价卖啊 每次还会卖掉几张原作 这完全不是为了鼓励挣钱 而是想让女儿知道 这些local的artist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女儿很social 她总是每次通过画展 就是跟旁边的人聊天啊 结识一些艺术家 并且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她也知道艺术家的艰辛 知道他们的制作 知道他们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 后来又有不少陌生人 开始来问她的作品 有没有website 有没有business card 我们都没有 但是呢 这个过程让女儿真是信心大增 她就觉得自己就是 能够成为那个很好的artist 给她是莫大的鼓励 女儿暑假的时候 参加了很多很多的那个summer camp 各种画画班 也上包括California的art college 就是大学 去参加那个 她的那些就是 faring art的camp 就了解在大学里面的艺术专业 他们是怎么学习的 学什么 同时也参加各种比赛 初中的时候呢 她开始学法文 有一次她说 她想去法国写生 我先生二话没说 马上买了 当天就买了机票 就带 就是安排了那个暑假 她带女儿去Provence 就是到处都是 Lavend field的那个地方 女儿想去 我先生马上买了机票 安排了旅馆住宿 住在那artist的field的附近 带女儿去写生 我先生自己还做了折叠的画框 折叠的那个垫子板凳带上 带女儿快去画画 在梵高的故乡写生 有一天 一个记者带着狗散步走过 便与先生聊起来 看到一个小女孩在那儿画画 那有很多 都是大人的artist 在那儿画画 女儿快速的画了她的那个狗 她的那个白狗 觉得很可爱 没想到这位记者非常喜欢 想买 女儿说不卖画 而且还没画完了 但记者说 女儿几笔 你要聊几笔 画出了她狗的神韵 她非要买下这幅画 她想做个纪念 最后先生说 那你就给个邮费吧 回美国完成以后 我们寄给你 后来回美国以后呢 女儿画完了 我先生就给她寄出去 我们收到了热情洋溢的回信 她告诉女儿 把画已经画在她的客厅了 很多人喜欢 希望我们随时可以去 她那儿和visit 下次到那个法国 到promise 到她家去做客 还寄来了法国的礼物 旅行当中和就是 她学画的过程当中 这些小事都给女儿 给我们带了很多记忆和鼓励 我还利用暑假的时间 带女儿去过州庄 黄山 红村写生 她喜欢草龙卧虎的 那个竹子和红村 我就带她去那里 她看到 那个 陈一飞的州庄的一句话 我有一个同学 送了我一幅 名画州庄的 她就想去州庄画画 我就都带她去 在初中的时候 有一张她画的州庄的油画 还曾经在 卖了三千美金 当时那是女儿 第一批油画处女座 我们没有想卖 就是餐展的时候呢 挂在画展上 就是 为了多 因为画没有那么多嘛 挂在那 但有人想卖 想买 后来最后女儿复制了一张 类似的 另外画了一张 卖了那个 卖了那个画 这里我post了几张 那个 她做art portfolio以后 combine起来的 主题是East and West 是她出去写生画的油画 我在这一讲 孩子在那个参加 那个十三四岁 十三岁 大概就去 Denville Parlotte Monteville Otfield去参展 去卖画 有一些家长会觉得 我们是为了挣钱 我也不想给大家带着这个误会 其实 你参加的过程当中 所花费的费用 包括我们Trip 带孩子去法国 去写生过程 花费的费用 是远远远远远高于 她所卖画的钱 这个钱根本不是 我们考虑的那个因素 但是我觉得 feel lucky 我们有这个 经济上还是有这个能力 来支持孩子的这个兴趣 我就想告诉大家 不是为了挣钱 而且我从来都对孩子说 当艺术家很辛苦 也许一辈子很辛苦 很贫穷 孩子从来的教育 都是说 当艺术家很辛苦 也许一辈子都会很贫穷 你要了解他们怎么生活 艺术是非常纯粹的 不可公立 商品 它有商品的价值 而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 它的修养 身心和它的追求 如果你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 那么你是不能 只是考虑公立的价值 商品的价值 那这个我们孩子都是很小 他就领悟到这一点 我带他去写生 去画展 并不是想到孩子挣钱 这里我就希望跟家长有一个交代 除了就是去上画画课 在家里画画 参加比赛 那么我们还 女儿写作很好 她也参加过小的写作比赛 那么我也得过小奖 那初中的时候呢 她一直就喜欢自己写自己画 初中的时候呢 她写了一本小人书 她很喜欢企鹅 写了一个 一个企鹅的一本Pitcher Book 她是自己写自己画的 那先生呢 就帮她去出这本书 通过Self Publishing 她写了一个梦想 飞翔的企鹅 历经千辛万苦 最后发现自己还是不能飞翔 但是她有别的才能 她可以游泳 最后呢 这个企鹅 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同时呢 You'll be happy the way he is 这本书呢 出了以后送给很多学校 老师 她还给到一些学校 就给小朋友阅读 大家都很喜欢 她的钢琴老师 林老师说 还有其他几个老师说 女儿的这本Pitcher Book 成为她学生中最喜欢读的书之一 这个确实也是给我们孩子 很大的鼓励 很大的鼓励 如果孩子家长不给孩子 课外增加任何学业上的负担 美国的小学初中 应该说还是相当轻松的 至少十几年前是这样 那么一到高中 我们还在小学初中 她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基本为了画画为主 当然她也学别的东西 但足够时间在画画上 但是一到了高中 就完全不同了 九年级的成绩 开始要记录在案 会成为你申请大学的成绩单 一下子学业的压力 升学的压力 尤其是在华人积居的好学区 就变得非常严峻了 你像我们很少在那聊college 至少我家里是这样子 那忽然间一下就变得很严峻 大家都要面对 我们周围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 各种升学咨询公司 门庭弱势 各种补习班 遍地开花 各种才艺班 也是应有尽有 周围的孩子 无数的孩子 都是那么优秀 父母都是那么优秀 好像你无论做多少努力 都不够优秀 孩子除了学校的功课 还要做无穷多的事情 才能感到自己不会掉队 才有竞争力 而且还孩子升学的压力 是越来越早 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 我仍然想到孩子 应该怎么选择 在小学初中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选择兴趣 在高中的时候 选择坚持 这是我希望 并鼓励孩子这样做的事情 因为我的孩子 是一个很追求完美的孩子 上了高中 他也处于一种紧张 备张的状态 他做事非常认真 永远 时间永远不够用 就开始用牺牲睡眠的时间来学习 在90年级的时候 我们忽然发现他 我带他去体检 在10年级初 忽然发现他 体重 掉了20磅 这个一下子 让我万分惊恐 万分担忧 开始深入了解孩子的精神压力 知道他追求完美的性格 发现他压力非常大 睡眠不好 睡得晚了 醒得更早了 而且饮食不好 饮食功能 肠胃功能开始紊乱 在90年级之间 那个女儿除了学业之外 钢琴再考试级 周末的马林平的中文课 马上要考SETAP 还参加Polly的Debating 负责两个Club 还做义工等等 我跟先生仔细地分析他的初期时间 发现他放学后 就看他放学后时间怎么支配 发现他每天花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做数学题 他的数学老师非常严格 标了一个标点符号都可以扣很多分 他的数学在最快班 应该说女儿是属于那种比较有Creativity 比较创意 形象思维比较丰富的孩子 他的数学能力应该不是很强的 但是因为他比较用功 所以成绩一般都在A上 数学当时是A- 但是我发现我先生和我都想办法 想为他减压 后来我先生发现他数学班上 很多同学都在外面上补习班 我先生就第一次开始联系 给女儿上补习班 我先生自己是学物理的 他在斯坦福当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可以给斯坦福的本科生研究生补习数学 但是不知道我女儿的数学课 怎么补习什么要求 我建议女儿把数学从最快班降到下一条内 可以轻松一点 也可以保证睡眠 起码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做作业 开始她不同意 因为她觉得她的好朋友都在快班 而且她的成绩还可以 她应该可以handle 看到女儿一天天销售的神情 我就带她去看医生 医生也建议减压 我说服了孩子 跟老师沟通数次 就写信给学校 那么当时老师觉得 我这中国虎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班上只有四五位同学得A 我女儿当时数学是A- 就要求换班换Lang 难道非要中国孩子得A A plus才满意吗 但是一听到是医生的建议 那学校也知道压力 马上就同意给孩子换了班 女儿钢琴考试级 或者是还在马力平的那个中文班 SATAP都结束以后 我们就让她减少了很多其他的活动 第一是要保证睡眠和健康 第二一定要保证一点画画的时间 过去我们觉得学校的AP class太简单了 女儿从小学画 在学校里上art class会浪费时间 没有建议孩子上 可是后来看到孩子没有时间画画了 我们就建议她在学校里上AP class 老师让她跳了一级 但是没有能够直接跳到APR 孩子在art class就非常轻松自由 老师允许她完成教堂的 课堂的要求以后 可以做任何东西 她可以随便画画 起码她有了更多的时间画画 还开始写 并且完成了第二本 她自己写自己画的picture book 所以通过减压保证了她很多 保证了她一些画画的时间 然后她的饮食睡眠完全恢复了 身体也恢复了 这时候开始上十一年级了 女儿又是进入了备战 备战状态 要选多少AP才够 一个要强的孩子 她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她周围的朋友都选很多AP 四门几门 甚至有些在外人上课 我因为女儿她每天 她属于早晨起的比较早 每天十点以后脑子就比较慢了 就需要休息的 所以我说你一定十点就开始洗澡休息 不要因为上任何AP而影响你睡眠的时间 后来跟她沟通以后 她就说那那么多周围的朋友上那么多AP 她到时不能上很好的学校怎么办 我就跟女儿说 你无论上什么学校 爸爸妈妈都为你而骄傲 你是那么幸运 那么小的年龄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只要坚持下去 你一定会有非常丰富美好的生活 身体是第一的 听了我们的话就非常的高兴 很放松她十一年级就选了一门AP 而且是AP法文 是她非常喜欢的课 她就喜欢语言 因为想以后还到法国去画画 她在法国的时候 基本上跟一般的人都可以自然的交流 对话都没有问题 所以十一年级的时候 大家都很辛苦 女儿确实精神非常愉悦 她在那画画 只有一门AP 到十二年级她身体状况非常好 精神状况也非常好 她选了四门AP 高中期间她一共选了五门AP 所以在她的同学朋友当中是比较少的 女儿我没有跟周围的朋友比学着学难 后来她知道 就是说跟自己比 做最好的自己 而且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 适量选择 这是她高中四年 一直没有放弃画画 也是她所学到的东西 当她的很多小朋友在忙的上SAT 和其他补习班的时候 她参加了很多大学艺术学院的暑期班 到国外去写生 到国外参加国际地理杂志的摄影写作项目 她自己联系的 她都是自己看到 看书很多杂志 她看到她都会自己要求 比如说她去California Art School 去参加Season的Art Program 她到National Geography 到Island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 Riding Workshop 她都会去 她只要要求去 那我们就会给她买票 给她去Sign Up 坚持画画 这种坚持给她信心 毅力和品格 经过多年的练习 她的眼睛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她善于观察 富有创意 在任何情形下 她都是可以生活得非常丰富 当然我们不能保证 每个孩子上什么大学 她也很幸运 上了普洛斯顿大学 但是无论今后 她选择什么 是学艺术 还是学其他专业 我们都相信 艺术人生将伴随她的一生 其实我一直以为 女儿会去上艺术学院 她被罗岛艺术学院录取了 也被芝加哥美院 全额奖学金录取 还有其他很多学校 但她最终选择了去 普洛斯顿大学 中科学校 她觉得 普大所提供的 很多资源 比较丰富 第一年的话 那个Fresh Seminar 她涉及的那种讲座 天文地理 科学历史 她让她觉得非常的丰富 就是非常非常吸引她 她在普大上课 还包括计算机 包括哲学 神经学 包括东亚 包括日文 所以就说 她在那儿充分的 有这个机会和时间 Explore和Interest 想分享的 就说我们华人家长 不要太功利 学画不完全只是 为了当艺术家 学什么 不要想的 马上有用 One thing lead another 就说 千万不要只是 注重于技巧 技巧本身的学习 我觉得就是方法 学习的方法 也许比这个学习 一些词的知识 本身更加有用 而且就是任何学东西 这个过程 让孩子不停的领悟 让他能够学到 就是变成学习 是他自己一种 发自内心的兴趣爱好 让他真正的 成为他爱学习 让他成为这么一种 真正的动力 我想我们今天 在这一分享 孩子教育问题 我知道大家 都是希望能取经 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呢 我认为就找到 适合你孩子的 那就是最好的 不要听从外面的噪音 包括我自己 我也这样对孩子说 有的说 你have to try very hard ignore 就是外面的这些噪声 包括我在 倾听内心的声音 不要去听别人说的 包括我在这里说的 让孩子把学习 变成一种真正发自 内心的渴望和热情 发掘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并去坚持坐下去 鼓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 并让他们相信 会有最好的安排 在等待他们 教育的目的 不是让孩子上明校 如果我们有了 这样的视野和眼光 就不会那么急功近利 孩子上了大学 终身教育 也只是刚刚开始 孩子们一年年在成长 但愿我们做父母的 也和孩子一样 不断的学习成长 我们给孩子提供了 丰益足师的生活 但愿我们也能给孩子 树立一个精神富有 灵魂丰盛的生活榜样 谢谢大家 下面我会go over 那个question list 我看到有两个question list 第一个比较短 那个三星星传过来 后来大家没有接 他这个list 群主那边又是 因为一个新的第二个list 那我把第一个list 就稍微 有些题目很大 我就只能非常简单的 稍微的touch一下 第一个question list 一个三星星传过来说 你是律师 孩子都上了名校 不但如此 你自己还是写作画画瑜伽 作为一个职业女性 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事业 业余爱好的 我刚才在前面分享的第一部分 我已经谈了 确实是有很多放弃 因为我在律师务所 刚开始做律师的时候 每天的话 我一般都是15个小时以上 除了工作 我根本没有任何时间 经历管孩子 我的所有身心都是在工作上 那么是一种选择 我是放弃很多东西 放弃很多机会 为了陪伴孩子 那么还是可以兼顾的 我实际上也是没有quit job 就是说 那么这种兼顾呢 就像弹钢琴一样 就是说你必须是要知道 在哪个时间 哪里你就使劲 哪里是需要用力 哪里你可以比较轻松的touch 像孩子有关键的一些event 我们都会很全身心的去支持 那么在公司里确实 因为我做很多上市 有一些客户 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deadline 那我就不得不全身心贯注的 就是说去做工作 总而言之 不同的时期专注做不同的事情 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去想另外一件事 就把你手上的一件工作做好 而且需要 we're prepared whatever you do we're prepared 我是孩子走了以后 才开始上画画 瑜伽爬山等活动的 我以前在上法语系 in between工作的时候 也喜欢写作 在上法学院期间 包括在离开纽约 我学生也曾经写过小说 散文也发表过一些 我很喜欢写作 以前也曾经想过 多写一些东西 但是这20年 18年带孩子过程当中 我是没有任何机会写作的 真是除了工作 孩子 我没有任何经历 做太多其他的事情 孩子走了以后 我才开始又重新画画瑜伽爬山 又开始 现在有时候开始写一些东西 林德旭问 谈一场法律行业的就业前景 希望孩子当子女当律师吗 我不会说任何行业没有前途 就业机会都是相对而言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不能去奔就业机会 因为今天有就业机会的 等10年20年 孩子长大以后 不见得会有就业机会 就业前景 所以我觉得不能这么看 还是要看孩子自己的特质 美国律师行业 这个律师制度需要很多的律师 律师的工资非常高 工作时间长 但是律师竞争还是很强的 如果上Top School的话 这位机会会好很多 过去每年我会面试很多新生 大部分Top School来的话 我在Duke上学的期间 我受雇的律师所 他只到Top Law School 一般Top 10 Top 15去录取学生 因为他觉得Top Law School的学生 能给看一种confidence 但在加州的话 有时候比较level 我们一般也是也会去一些小学校 给一定的名额 录取一些其他local学校 但是去Top School的话 去Top Firm的话 机会会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想要自己 成一个小的律师事务所 喜欢律师职业 那就不受任何限制了 还是要看你喜欢做什么 做哪方面的工作 孩子和我亲友的孩子 了解我的工作状况 没有吸引他们从事律师职业 律师是个very labor intensive job 真的需要时间的付出 如果建议孩子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大学所 就是我也带他们去了解一下 或者是大学毕业以后 可以做一年的project assistant case assistant 到律师我所去实习一年 工作一年 看看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工作 律师还是有不同的方面 有不同具体的职业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面 要根据自己的孩子选择 这里我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谈得清楚的 总而言之 还是要看孩子自己的个性 此问 sorry 时间仓促 孩子又任性不肯配合的时候 家长应该如何快速解决问题 你遇到这种婚的怎么处理 孩子任性不肯配合 我觉得是不是你要求孩子来配合你 而是家长怎么去配合孩子 我觉得要给孩子充分的成长空间 over管理 over过于的管度对孩子的自由发展和创意是非常受影响的 我觉得我们中部家庭 家长有时管太多 孩子任性 那种平安种好的生活习惯 学习习惯是很重要 但是 养好的习惯 也不是一天两天培养成的 总而言之 是家长去配合孩子 而不是要求孩子 孩子再配合你 这个左明问 孩子有些胆小 或者过于善良 面对其他小朋友 合理要求 也会放弃 怎么鼓励孩子保护自己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当然这每个问题都很好 first 我想对你说的就是relax 孩子自由品级 你不要让每个孩子都那么强势 不能吃一点亏 有些孩子他属于aggressive的 有些孩子就是那个是非常的善良的 像我女儿就是一个非常善良和就是性格很温情的那种孩子 你并不要求他都去做那么很强势很aggressive的孩子 大的原则正当的权利当然是要维持 但是不能过于保护孩子 还是要看孩子的秉性 如果他个人的正当权利受到那个侵犯的时候 当然是要保护孩子 我给你讲一下 那天我第一天带女儿上普大的事情 普大也可能会给你一点启发 那女儿考上了普林森大学 我和我先生一块带她去上普大 当然都是很高兴 也很舍不得 那天是大概11月17日还是几号 那天要求是就是8点就宿舍开门可以就是move in 我们是前一天到了普林森大学附近的一个旅馆 那天呢我们也是8点左右就带了孩子 学校就是给了一个pass 车可以停到宿舍门口去unload 那我们把孩子宿舍的行李都放下来了 没想到的就是他宿舍 他是每个宿舍都很小 他们的宿舍是漂亮极了 有点像是那种公主城堡的那种 那种couple hundred years那种行程座的宿舍 非常漂亮外面 但里面的宿舍的设备是很老了 他的宿舍才两个 他们那个一个unit是四个同学 两个bedroom 每个都很小 但是其他的同学一下就全站满了 就根本没有地方放女儿的东西了 跟我女儿就是一块的同宿舍的那个女孩 是个体育生是代表普大去参加奥林匹克的那个 那个比赛的是最近 他那个说因为他的训练会比较辛苦 他就要睡楼下铺 那没问题 我女儿说他喜欢爬 就是他喜欢睡上铺 但是整个下铺底下 我们还买了一个就是underbed的那个 那么一个小的underbed的那个storage 也可以放下他的鞋 还有一些他画画东西 但底下床铺全被那个女孩占满了 然后那个周围的那个closet边上 就整个都站满 女儿根本没任何东西可以放 只能放在床上 而且那个过道 那个common area的话 一人一个书架一个desk 所有的朋友 有些跟我们同事到有些找到的 都已经站满了 那我女儿没有去抢 没有去站 就最后一个 她的那个桌子就没地放了 就是在那个门口 人在门口 她的那个 后来我们帮她稍微move了一下 后来把女儿的那个 那个书桌 就在那个window的那个seat底下 稍微move了一下 她其中有一个就是体育生 就是拿了forton 还有那个喝的水 就自己把那个common area 也是不小 拦起来的一个corner 就一个靠window的一个corner 后来我看到这个情形 所以妈妈也很心痛 后来我就是 我觉得就是美国很多孩子 就是他们完全是很自我的 尤其这些孩子读书都很好 从小长大 环境很优越 那么后来我就跟女儿说 我说了呢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正当的利益 都没有得到就是保护 你应该make sure 你的光线很好 有一个就桌子 可以放到光线很好的地方 而不是在门口被人提来提去 就是没有地方那个读书 她说mom don't worry about it 后来我就问她 我就说你跟别的朋友 相处的怎么样 后来她发现 她跟别人孩子相处的很好 大家都互相照应 什么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是一种personality的问题 就是还是要鼓励孩子 就是交往 涉及到真正的正当权力 受到那个警犯是要保护 但是一般的生活 一般的这些就没有必要 太斤斤计较 我是开始有一点担心 孩子上普大 就是第一天搬家的情形看到 所有的孩子就劈里啪的 抢他们的位置 窗口 就是女儿桌子的书座没地方 最后就扔在那个门口 就是那个 别人都是四周一圈靠窗的 后来女儿说 他们相处都非常好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学会通情打理 就是对待别人 就是同时一方面 不一定要非常尽情计较 所以don't worry about it relax 我觉得设计真正的正当权力 是需要保护 Bottom line set up boundary 他一般的情形下 学会通情打理 理解他人 学会变通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小居然问了一个问题 你会孩子建议给多大 给那个智能手机 如何孩子引导 不要过于沉溺于social media 我两个孩子很早就给手机了 因为我们工作很忙 所以我怕他们有事要跟我联系 我基本的是小学五年级 还是初同一年级 他们就有很好的手机了 现在都是 我女儿也是拿iPhone7 就是一般 他们并不是那种很追求fashion的孩子 但是他们一般也是很早都有这些手机 或者是 因为原来我在那个computer电脑公司 computer gaming company 3DO公司上班 所以很多game 我也很早就拿回来给孩子玩 但是我儿子他会比较成立于电子游戏 但是我觉得sports activity 把孩子拉出去 不要让他每天坐在那里 sports event music 想画画 他们有别的兴趣的话 自然而然就转移了 还是要找到孩子真正的兴趣引导他们 但如果孩子有些真正对电脑和游戏感兴趣的话 也可能他们能走到更高的境界 也有些人玩手机 就玩那个治理游戏 玩出名堂来呢 我的孩子玩手机 玩那个游戏可能比我 玩的6 所以就说也不用太worry 但是如果说 他花在手机上时间太多玩游戏 当然你还是要 让他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 把作业先做完再玩 锻炼我觉得是很重要 能够让孩子 能够break 就是把他们拉出去 让他们能够不至于每天就坐在那 不动 我觉得这个是孩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是很重要 这还是小圈的问题 说你认为保持孩子沟通 畅通的原因 关键是什么 尤其是全职父母 怎么做到孩子需要你的时候 都available 我觉得安全性能感很重要 能理解他们 让他们愿意分享 那么父母全职工作和孩子需要冲突 就有选择的问题 我的原则一般是工作之余 多陪孩子 孩子生病有紧急状况的时候 我会把孩子放在首位 孩子事情我会提前考虑好 安排好 就是vfp 包括前一天 第二天吃什么东西 前一天晚上也可能我把汤就先煮上了 那么我回到家里半个小时的话 我就赶紧可以开饭 孩子可以吃上很热的饭 工作实在走不开 有这种情形 有时候我要先生亲友 be available 但过后你会尽量弥补 关键是你让孩子觉得 你信任他们 让他们能够愿意跟你通话 这已经一个小时了 有点那个 那个群主说是差不多一个小时 那我就把后面 question two 那个list 就是尽量讲的稍微快一点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 华人孩子如果提高软实力 这个题目太大了 我想可能是群主题的 因为他第一次邀请我来讲座 我说他的题目太大了 我说我讲不了 所以他这个问题 这是个太大的问题 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的应识教育的弊端 就是只注重于灌输知识 被动的考试 被动的学习 让孩子忙于应付考试 但在美国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其他的opportunity 有这种机会 我觉得我们不用把自己受限于应试教育的这种弊端 再如果你上一个很好的学校 应该有很多机会培养其他的能力 还是应该多鼓励孩子参加各种活动 体育活动 团队精神 如果孩子比较缺的是teamwork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非常注重孩子 通过体育各种机会 让他们提供 培养他们的teamwork leadership plantation skill 这些很多其他的这些 所谓的软实力和其他的这个skill 我觉得都是可以通过锻炼培养的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应识教育的弊端的话 我们就会注重这个问题 那就会就说比较注意关注这个孩子的问题 第二亚裔孩子很容易和亚裔孩子交朋友 在大学工作以后有什么影响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也是个文化的现象 物以累据 物以群分 人以累据 这属非常正常 你想想我们大人 遇到老乡同学 就自然感到非常close 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我们分享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会觉得很自然容易交往 能够成为朋友 如果你对很多东西不熟悉 或者不感兴趣 那就肯定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 所以最终的问题是 如何去了解他人 多交朋友 接触美国真正的美国文化 而不只是就是说考试读书 或者跟亚洲朋友一起玩 那么我觉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在上班的时候 我在绿寿所工作 基本上没有中国人 中国人有的也是二代 第二代的ABC 都不会说中文 在办公室里英文是工作语言 没有人跟我说中文 偶尔人奔出几句中文的话 我都会觉得很新奇 但是跟所有的同事 这二十多年的交往工作 没有任何隔阂 大家相处的都非常好 但是我的一些同事 他们经常会很crazy 去看球赛 听他们的一些音乐 那跟我的兴趣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这并不影响我和他们一起 作为很好的同事 如果你要多交朋友的话 就是要学习他们的文化 能够有共同沟通的东西 不是为交朋友而交朋友 而是真正自然的去了解他们的文化 我有几个非常好的犹太朋友和加拿大朋友 我曾经在 还写过那个我的加拿大朋友 还写过那个留学的故事 你只要真正了解他们的文化 你发现其实从大的层面上来 人其实还是很相近的 不管各种种族 我们有很多相近的东西 当然文化有一些特殊的特质 那比如我们都是中国人 都是亚洲人 那比如说我一定要见到老乡 或者见到哪个学校的同学 那那种亲切感 就是说就会很亲切 所以我觉得不必太人为太 如果你要鼓励去孩子 去多交别的朋友 那就首先了解他们的文化 才能够对他别人的文化感兴趣 你才能真正的成为别人的朋友 青春期的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 学校的事也不愿意做 应该怎么办 前面有人谈到青春期和孩子沟通问题 我的感觉就是 the advice就是leave them alone 但是要注意他们交往的朋友 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圈 如果他会交往西多 或者是一些不大好的朋友 我会非常concern 但是你会千万千万百计 想办法 就是说安排一些孩子 一些event 其他就说希望他们能交一些比较好的朋友 那就会 我就会比较放心 孩子不能沟通 你千万要给他们时间空间去成长 不要就是说盯得太紧 leave them alone 有话或特长的孩子 如何申请其他非专业类的大学 有什么建议 刚才我讲的 我女儿是 她是艺术生 她是prepare art portfolio 准备上艺术学院的 但是也申请了很多非艺术类的学校 就是说你这个申请 就是如果有画画特长的孩子 你可以prepare art portfolio 你就申请其他学校 你可以把prepare art portfolio 作为一种你present自己creativity 和你talent的一种方式 和一种方法 那别人会觉得这个孩子 说talent的 其他学校也是愿意接受的 你把他画画的作品 作为一种表现 你creativity和你这个talent和skill的一种 包括你的意志力和你的思想 那么一种途径和手段 也是多了给你一个 表现你自己的方式 给admission officer 但是有些孩子就是 纯粹是艺术生的料 他其他功课就很弱 比如说他数学 我有朋友就是 那数学就怎么考都不能及格 就是很差 那像我女儿去考数学 SET她也考了800分 所以就说如果别的很差 那就也可能学艺术 艺术学院就首选了 说这个艺术很好 别的功课也都很好 这种孩子比较全面的话 那选择就很多了 你就是让他prepare art portfolio 你就是让他就是看申请学校 申请完了以后 你看什么学校录取 你再根据孩子的兴趣 再决定孩子去什么学校了 反正art portfolio是一个表达孩子 就是说艺术生表达他自己的一个途径 我女儿在Stanford大学工作16年 其中12年的他给Stanford本科生 一年级的freshman做advisor 我们看到有很多话 非常好的孩子去学物理 有学工程 还有上医学院的都没有限制 所以学画 again不要太功利 觉得都一定要有用 都要用上 没有这个必要 其实有创意的这种思想的 这种培养这个过程 你学什么都可以 第五孩子七年级 体育素质没那么好 但喜欢打篮球 付出很多努力也没有什么效果 做了一个过来人 请问你是接着打呢 还是发展别的 接着打会不会影响自信心 他的academic 英文和数学很好 但还是想打篮球 孩子对打篮球最感兴趣 如果孩子感兴趣的 我一定会鼓励 我一定不会让孩子就说 你千万别打了 你我不会这样做 孩子感兴趣的 你就鼓励他去做 但是如果你这个孩子 就说他打得不是那么很好 没有什么长进 那么你想啊 如果孩子的梦想是进MBA 或者经销队 而且你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我就不会放太大的 废太大的心 废太大力气 给他请教练 或者说一天要他多少时间去训练 你就把他当作一种业余爱好 当作一种身体锻炼就好了 支持孩子的兴趣 但是不一定非得要 就是说支持到那个程度 让他可以去当专业 第六个支持孩子的选择 显然你两个孩子 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一个是去了私立高中 私立名校 一个去了公立名校 请问一下选择的原因 和他们的经济对比 经历对比 我们都是选择 孩子申请大学的时候 会选择不少学校 那他们是会有选择的 最后最终还是孩子的选择 当然我们也参与选择 但并不是说是 无边无际的选择 如果我孩子 我儿子被其他学校录取 如果在Princeton和Berkeley之间 也可能我们会鼓励他去Princeton 当然这个是后话了 就是说在我儿子 所谓录取的学校当中 Berkeley是最好的 我儿子是典型的 学理工科的那种孩子 我先生学物理的 他也喜欢学物理 在我先生斯坦福实验室 做了几个Summer Intern 他想学物理 所以又觉得离家比较近 就选择去了Berkeley 我儿子选择去Berkeley 原因是第一 他想学理工科 想学物理 我先生觉得 Berkeley的物理系非常强 而且Berkeley离家近 我儿子是属于那种 独立生活能力不是很强 离家比较近的 可能我们感觉比较放心一点 他被NYU 也被其他一些学校录取 但是Berkeley是他所录取的学校当中 他想去 也是我们觉得最好的选择 女儿的一心一想去东部 别无选择 所以我们就支持他 如果他不去Prinston 他可能会去罗岛艺术学院 他开始也考虑了罗岛艺术学院 但是那个学校三条大街很漂亮 转来转去 他说That's it 然后到了Prinston以后 就是他看到太丰富了 那他就想去Prinston 那我们是支持他 最终是孩子的选择 当然Luckily就是一几个孩子的选择 我们才都是很支持的 Prinston和Berkeley 第七个问题 Prinston和Berkeley能分享 你所观察到两个学校对两个孩子的影响上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哇 每个家长的感觉肯定都不一样 共同点都是好学校 资源非常丰富 有很多好老师 有很多很好的项目 不同点很明确 一个是私校 老师跟学生的比例好像是一比六 他是你感觉到他是吃小皂的 一年级的时候 我女儿当然有大课 但是他也有一些课是25个人15个人 另外一个人是功效 那就大班大课 就是你一般很难得到就是professor的private attention那样子 我儿子他上物理 mechanical engineer 那个physics他得了第一名 后来在那个系里 他是那个三年级时拿了一个scholarship 老师来找他 他知道他 大部分老师都不知道他也 他也不知道老师 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就是很明白 普大一年六万多 学费四万多 加上生活费住宿 食宿一年六万多 还不包括来回机票 其他任何的费用 Berkeley一年是学费一万多 就是in stage 那个加上吃住 只是三万多 离家又近 这是对我们家长来说 最大的不同 别的 我觉得孩子都很学得很好 也都 我觉得they got a good education 但是对家长的钱包来说 尤其像我们家没有拿到 没有一分那个讲学金做学金的 普大一年 大概是 就是最基本的费用六万多 那Berkeley是三万多 只是一个 in the price tag was very big difference 第八 你家孩子在艺术上学习 有天赋 有毅力 有横心 你谈谈选择 我的问题是 孩子走上艺术专业之路 家长如何引导 这个第八位家长还问 怎么能分辨出孩子爱好特长 还是有能力 有发展的事业 可以成为有能力 有发展的事业追求 刚才我的前面已经也讲了 就是那个 就是怎么分辨孩子兴趣爱好和特长 那我看我女儿对别的东西很感兴趣 但是她就学学婷婷 她都是跟别人social 比如像滑冰啊唱歌跳舞啊什么的 她不是真正的喜欢 我是这么感觉 画画她自己坐在那里 她可以很多时间 她是自己想要 那我觉得她是 这是她的爱好 当然这里也很多有 说句很不好听的话 也有父母的兴趣在里面 你像一个很小的孩子 他参与你付那么多的时间 经历 如果父母黑的人很不喜欢 有的时候也是孩子的不信 也是家长的不信 往往就是孩子兴趣 跟父母的兴趣是一致的时候 那孩子受益 家长也是很愉快的那个经历 第九个问题 据说中国基础教育最好 这个体制内的优异的学生 最好不出国 带到大学或者研究生出去 如果成绩不好的 则比较早出去有收获 请问你如何看 如何建议 这个问题孩子什么时候出国好 我在国内的亲友同学 有很多人咨询我 但是一句话 我觉得还是要看孩子的个性特征 孩子是不是成熟 我有大学同学 他把孩子初中送到美国来 他希望孩子说因为没有口音 完全融入美国社会 也有孩子高中送出来 也有就是国内没有上了好大学 出来的都有 但是主要还是看孩子的特质 我自己感觉到保险起见 如果孩子国内能上大学 再出来 其实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没法给不了解 就是没法有一个统一的回答 还是要看根据孩子的成熟度 独立生活能力 学习的期待 和学任何专业的方向 我和我先生 我们都是八十年代初八十年代中到美国来留学的 那都是在国内上了大学到美国来读研究生的 在专业上我们感觉到没有任何差异跟美国的学生 甚至说没什么差异 但在社会文化的融入上还是有一定的gap的 读研究生在这 在到这里来 但是也并不影响 生活质量 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孩子到美国读高中上大学 如果他们真的能适应的很好 在文化的融入上会有一定的优先 有一定的优越 起码多交了朋友 但是也有一些 看到有一些中国小的留学生 来了只是在自己华人的圈子里面打转 并没有真正的融入美国的社会和美国的其他的孩子 所以这个还是看 还是看孩子成熟状况和家庭条件决定 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教育一般来说还是可以的 但是应试教育的确对孩子创造力的发展 还是有一定的局限 如果孩子在中国可以上很好的大学 而且这个过程对应试考试上大学这个过程 不是感觉太痛苦的话 我会比较倾向 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的话 我会比较倾向 如果他能够deal with it 而且觉得不是太痛苦 太挣扎的话 我会建议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在中国上完大学 再出来 那样成本比较低风险 比较小 如果孩子真想早一点出国床 如果有这个条件成熟 我也会支持他 年级父母无法陪同 一个非常具有批判性思考和数学天才特别好的 九年级学生 目前学校无法满足他广阔的需求 你有什么规划性的建议 可以多个方案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那就找课外找个好老师 或者找一个好学校 或者换一个学校 我相信中国还是有很多 还是有不少孩子有批判性的思维和数学天赋好的孩子 他们还是应该有 国内那么多的好老师 我觉得国内还是应该能够找到那个 好老师上很重要 或者找一个学校能够对路的 数学天赋比较好的孩子 我觉得到美国来的话 你要找学校找老师什么的 实际上就是说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这个你要根据自己的孩子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学习绘画需要很长的 需要大量的时间 请问你家女儿每天和每个星期用多长时间换话 每天有大量作业要做 在time management上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我希望我刚才的分享 对这位家长是有一点启发的 其实这里真的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刚才前面分享是有很多struggle 有很多放弃的 放弃AP的时间 放弃其他的时间来做来画画 放弃很多考ICT 补习单的时间再画画 的确花很多很多时间 任何创意的工作 她都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 那么我女儿是小学的时候 她是在方英华老师 每个星期是两个小时的 去上一次课 回来会做作业 她每天的话 一般都会有点时间画画 做完作业没舍 她就画一点点画 后来初中开始 她上两门课 礼拜六两个小时 礼拜天两个小时 一直坚持到 基本上坚持到 到最后的很多时间 做art portfolio 是花很多时间的 那个时间的话 真是unlimited 因为你要考虑思考 你这个idea 怎么产生一个idea 比如我女儿画 art portfolio有一张design 她有绘画的 有技巧 有表达思想的 就是有一个design idea 待会我给你传两张照片 她我在那个女儿学画的 那个 是女儿学画 还是有一篇文章里面谈到 就是她做这个art portfolio 那我去买了几大鸡蛋 完了把鸡蛋打了 她自己在那玩 就是在那打了以后 不停地在那看那个鸡蛋 就是蛋清蛋白的融入变化的过程 就说那个 她自己做了一个design的project 那个做得非常好 很多老师也很喜欢 真是很专业水平 但是你有个好的idea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产生 这个创意的工作 它是没花时间来表现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要花多花花的时间 很多 很多 把那个画画当做跟体育生 sport activity一样 每天去training 有比赛 有画画 就是有比赛 有自己练习 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 这个 每天 有这个过程 我是把它当做这样的一个过程 来那个 来培养孩子的 所以如果说你 轻轻点水画画玩玩 那你就 那也好 你就把它当那个兴趣吧 如果你真是想把它变成一个专长 变成一个个性特质 能够让它到达一定的程度 专业程度 那是都要付出 无数多的时间 真的不是小时 就是说 unlimited time 十二 请问法学院的就业前景如何 将来想从事法律 在初中课 外活动学院课 有哪些要求 刚才我前面已经讲到了 另外一个家长也讲了 就业前景 你看今年的就业前景 跟明年的 后年的十年和二十年的 也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 让孩子学习教育 我觉得我不会让孩子考虑就业前级 因为你看过去计算机的那个 很现在的 也是完全不同的 需求也是非常不同的 还是根据孩子自己的特质和兴趣去选择 从美国法律制度的角度来说 它是需要大量的律师的 但是律师的职业竞争是很强的 非常强 也从某种程度来说 律师也是相当过剩的 我法学院的很多同学朋友 有些做的非常出色 也有很多很多人都没有在从事 律师业务了 都在做别的 做什么的都有 我在律师所为面试很多学生 包括一些大学生来做intern的 before they go to law school 还有在 law school来找工作的 我根本不会去考虑 他们初中选什么课程 甚至大学选什么课程 甚至成绩单 我一般都不怎么看 一个好的律师 他是有一些基本素质的 第一是思辨的能力 你要很容易抓住别人在那儿 跟你谈的天花乱坠的 你能抓住问题的中心 issues you know what the argument what the issues are 还有写作表达的能力 writing skill plantation skill 你能有很好的表达能力 但是像我这样子 就说不是做partner 做老板 是做具体工作的人 那我雇的人 或者为我干事的人 我就希望他有非常强的 organization skills 非常detail oriented 而且还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hard working 他有一种服务意识 责任心 总的responsibility 律师就是 他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许法律 当然他还是有很多 你可以去参与立法 有些人从政 那么大部分还都是去 private sector做律师 大的事务所 一般比较优秀的 都去大的律师务所做 你也可以自己 就是说 就是in-house 现在也是有很多很多 opportunity in-house 然后呢就说 你也可以自己开业 自己做 但是不要把律师 这个工作考虑得太神秘了 我觉得 他是个service provider 你要把律师 当作一个service provider 一种服务意识 尤其在这种法律体制底下 一种serve your client 一种mind service 这种concept service 服务意识 还有一种责任心 什么东西交到你的手上 你都有一种 很强烈的责任心 responsibility 别把人设计办砸了 对人家有一种 很强烈的责任心 那么孩子学什么 我觉得学法律都可以 一定要让我说 孩子在初中 选什么 比较 是对后面的 prepation的话 我觉得debate team debate 可能是对他 会比较有用 writing 有非常好的writing skill debate 可能会对孩子 会有一些作用 但是don't worry about it 我在中学中国学的课程 跟这边法学院也毫无关系 而且again 我面试学生说 从来不考虑 别说中学大学课程 除了基础课之外 我一般也不会问他们 选什么课 甚至成绩我都不关心 真正的就是还是看 他们感不感兴趣 是不是有这个passion 是不是hard working 能carry on 能够坚持每天工作 十几个小时 十五个小时 或多少个小时 能够任劳任怨 能不能carry on 这种responsibility 能不能有physical的strength It's a very labor intensive job 第十三个问题 请问怎么进top law school 本科学什么参与比较好 进top law school 也是竞争很强的 就像你问上大学 怎么进滕校一样 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运气 但是你法学的入学考试 asset 入学考试 你考得比较好一点 大学里的成绩比较 GPA比较高一点 还是绝对有优势的 有比较好的推荐性 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到那个大学毕业以后 你工作过一段经历 会有帮助 那么在我们一般在律书 所有时候会招一些intern project assistant case assistant 他们到法学院之前 一般commute两年 来做一些ground work 看看他们做的怎么样 这个会给他一些 比较好的推荐性 这对进比较好的law school 也是有帮助的 本科学什么专业比较好 学什么专业都有 真的学什么专业都有 最主要的是你自己的story 能够比较consistent 你能有一种passion 我觉得就会 we're prepared 这个第十三 第十四家长问 第十四个问题问 女儿是年纪喜欢画画 喜欢音乐剧 画画需要大量时间 而且音乐剧 每周一到周五 每天三小时训练 要延迟两个多月 是否可以放弃音乐剧 全力画画 其他课外活动 也尽量少参加吗 这就是一个balancing act 我女儿在那个party 也参加了两年的theater 她每天也是会 两个月几个月 有的时候有一个show 或者play的话 她也是会有一个 她从头到尾参与这个活动 我没有花很多时间 她自己是去了 她也很indrun it 都是一个小角色什么的 也没有担任什么大的角色 从卖票 第一次是在那发票 收票 卖舞台设计什么的 she reallyindrun it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兴趣爱好 都花那么多时间 但是我女儿接着也是去了 办法给你女儿泛泛的 那个这个建议 Anyway你还是看孩子的兴趣 看她的能力 art实际上是个多方面的修养 最后art拼的 就是说最后真正的art 其实不是art本身 而是生活的积累 情感的积累 是思想的积累 所以就说她还是多参加一点活动的话 艺术本身都是 you know one thing need another 她的那些音乐 像我女儿比如说弹琴 她那个跳舞 这些我没有花任何多时间 她要参加那个就是 party两年的那个 theater 这些她都是 you know well connected 但是如果有一样东西 你要让她carry on 到达另外一个高度 深度和 一个职业的水平的话 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和力气的 其他的话 如果你能觉得给她带来快乐 给她带来乐趣 带来活力 你就让她去try 但如果发生冲突了 时间不够用了 是因为精神受到就是影响了 你再取舍 这个第十五个问题 问Duke Law School 对我的impact 喜欢和不喜欢 我是深深的感恩 Duke给我带来的 education made me who I am today 我真正没有办法说任何 dislike 我从一位在中国大学毕业的那个 一个留学生 到这里来能拿到全额的奖学金 我有非常好的两份奖学金 学校的一份 还有在福特基金会的一份 非常好的两份全额奖学金 在学校里面生活得非常的丰富自由 而且就是读书是非常辛苦的 在Duke读JD是非常辛苦的 但是他是确实 We'll prepare me for the real world Real life 他在职业上的训练和培训 无论是语言文化 职业上的training 都是一流的 I loved it 没有任何能力说 没有任何资格说什么 dislike By the way 当时我去上Duke的时候 我还是有其他选择的 哈佛给了我一年的奖学金 去读那个Master L.M. Duke给了我三年的奖学金 去读JD 还有其他几个小学校 我选择了去经过思考 因为我又了解美国的法律制度以后 我觉得像我这样 在国内受过一个本科训练 到这里来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选择了去Duke读JD 没有去哈佛读L.M 这是我的选择 I loved Duke 我都希望我能为他做一些什么 所以我有时候也面试学生 有的时候也做 我们那个毕业的时候 我们这些学生对学校都非常的感恩 我们都每人捐了 在第一年的时候 刚毕业第一学期 每人都捐了五千美金 给学校作为回馈 当然为学校做的很少很少 学校给予我的很多很多 六个question 16说怎么引导孩子兴趣 孩子不知道他的真心兴趣所在 This is a very tough question 我觉得就是说 像我们在中国的话 那个文化环境 我从小长大 我父母也没有人告诉我 You know w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It's kind of It was a long path for me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今天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年龄 就是说孩子都上大学了 在待他们的过程当中 我才觉得自己也是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学习 慢慢的我知道我自己喜欢做什么 我的兴趣适合做什么 但是孩子发现自己兴趣 这也是个长久长久的过程 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兴趣 我觉得give them time 我觉得有的是一辈子 有些人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兴趣 方便走 哎呀我就不知道了 喜欢debate的孩子 做什么都可以 它是一种presentation skill 一种思辨能力 argument的能力 做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不要有任何长途 学什么马上都想着有用 还是看孩子适合学什么 不还很长 我觉得他如果in general debate的话 It's a good thing 我觉得中国孩子 我们大部分都是文化课上比较强 多参加一些debate的话 这个是绝对是加分的 对孩子是it's very good strength 很好素质的培养 学什么都有用 停试一个小时将近40分钟了 我基本上回复了大家所有的问题 有些问题太大 我没法一一的展开说明 我不希望就跟我前面说的 我不希望大家把这些作为取经 而是作为听一听分享 另外一个家长的一些分享 通过我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和育儿经验 都是非常感性的 我没有做过很多理性的思考 或者是专业的研究 既不是升学顾问专家 也不是教育专家 我从来也不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妈妈 但是一路走来 我是觉得确实有很多收获 我希望这个分享能够让焦虑 如果你有一些焦虑和茫然的话 我希望能给你一点点安慰 不要给你带来更大的焦虑和茫然 谢谢大家 谢谢群主给大家这个平台 谢谢大家 晚安